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他这么激动的描述一个角色 有的时候剧本好是因为剧本好 并不是因为人设好 他说那个人设太好了 说一定要看 我说有这么夸张吗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就在酒店里面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整哥能拿到手的剧本都看了 非常的过瘾 到时候就觉得这角色我很想演 我说一定要把它争取下来 他很像我又不像我 我觉得他的人生比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我想去体验一下他的这辈子是什么样 然后也想体验一下他的感情 因为我觉得他的感情观跟我的感情观点是挺相似的 如果我能饰演这样一个角色是非常大的荣幸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在古装上面我尝试的并不是很多 然后这种更戏剧化的表达方式也是我想去突破自己注视区的一个很好的展现 我说你无论什么方法把这个角色尽量的去争取一下 然后当听到制片人包括竹创团队 他们就觉得我很合适 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找我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就觉得我来你们心里这么完美吗 就是能让我贴合到这个角色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其实剧本上的原著就有很多书粉 你之前有看过原著吗 我一直在听的是有声小说 第一集发文服务庭 然后最近也是新更了第二集 因为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的团队是很忠实的原著粉 所以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都会不断地给我讲原著里面是怎么描述这一段的 然后我们也会中和 因为我看原著的方式我会比如说这一场戏这个阶段 我不理解的时候我会把原著这一大段去看 包括顾九斯的前史 其实我觉得小说要比我们展开的更多 因为他的前史花了大量的笔幅去描述 我必须要理解他们人物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会加到一些我们父子俩小的细节里面 然后去慢慢地诠释给观众 原来他们经历过这些 所以会变成现在如今的父子的关系 并不是就是 哥斯就是一个没大没小 然后不懂礼貌 不懂尊敬长辈的一个人 就他们的所有都是有出处 然后有前史的 之前你也提到主创团队说你很贴合顾九斯 其实舒芳也表示你和顾九斯非常贴 你觉得你和他身上有什么相似的特质吗 可能性格上会有点像 包括那股比较执拗的劲 我觉得大家觉得我比较贴 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比如说在综艺上的一些表现 我本人的一些人物性格 可能跟剧里面顾九斯的一些处置的方式 包括说话的态度 就这些点可能相对而言比较契合一点 要是说真的家境 那还是非常不一样 包括他的生活经历 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没有经历过 顾有斯前期是个纹固子弟 演绎这部分的时候有没有加一些自己的小设计 小的设计的话 其实就是玩扇子 因为按我们传统印象上来讲 玩过自己也喜欢盘一些东西 剧里面给安排的道具就是扇子 就会玩一些转一转扇子的 然后练了几个转扇子的不同的方式 然后就在适合的情节下 其实就是把玩一下一种轻松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真正有钱有势或者有能力的人 其实他在生活中那种发自内心 或者就是潜意识的东西 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这种很浮夸的东西去表现出来 我觉得要是有那个劲 把那个中心点抓住了就够了 因为我也自己看了一些比较历史性的那种讲解的视频 然后会听一些比如说说书人或者一些老子专家 他们去描述这些古代的亡固子弟 他们平时玩什么 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 就去找一种状态吧 有很多场戏 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前期拍摄的比较重场的戏是自编 就是自己拿鞭子抽自己 然后只为了给自己妻子讨回一个名声 守护自己妻子一种表现 虽然看上去非常的笨拙 但也是他能力所能及做到的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自编那场戏是我拍的时候 包括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挺震撼的 我也反反复复的去看原著的那一段 他是怎么去描述的 然后希望把原著的感觉跟我们剧本给的呈现 包括自己的表演能融合得更好一点 那场戏我们拍了很多天 因为它是一场夜戏 但那一场戏我们单独可能熬了很多个大夜 就为了去把它拍得非常的好 因为一直在赶天光 那时候就拍就特别怕天亮 因为拍一拍 发现他已经升起就拍不了 顾九斯在剧中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造型 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生呀 在我眼里面 我如果用一个颜色去形容顾九斯一定是红色 所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也是他出厂那套戴着大毛领的非常显富贵的披风 然后里面有一个红色的长袖 我觉得那一套是我觉得我心目中顾九斯应该有的那个形象 我觉得非常贴合原著 当穿到那套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自信 我好有钱 然后我就是顾九斯本人 非常的舒坦 就是在服装的加持下 我觉得我马上就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不过好像你拍戏的时候也是横电最热的时候 所以你当时的内心OS是 就是虽然好看 但很难受 拍那一套的时候是横电最热的时候 那个大毛脸真的很吓人 就是贼热 我们要在一个横电最热的时候也下雪很冷的状态 就也挺难受的 这部戏在前期的时候还挺波折的 我身体出现了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 就是又是过敏 又是起脉力种 然后再加上惹上风 就是非常的坎坷 因为可能头一次面对这样的天气 然后穿这么多的衣服就适应了一段过程 但最终呈现的还是非常的好 这次拍摄长篷度 你的技能库有增加什么新技能吗 在这部戏里面我学到了很多曾经不会的技能 我在这部戏里面学会了骑马 而且骑的非常的流 而且能在马上做很多的动作 对我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很多的打戏 包括一些战争戏的展现 这个都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然后成为一个将军穿上这身铠甲 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历 包括很多大的情绪系的体验 生死离别 这个都是非常过瘾 不管这部戏最终播的怎么样 这个我肯定决定不了 可能这个过程对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也会成为一个我人生的转作点吧 这部剧中会不会有一些情绪消耗比较大的戏风 那太多了 我们这部戏我觉得非常训练我对这方面表演的一个成长 因为我可能拍了这么多年戏 加一块的大情绪戏 跟这部戏的总量应该就差不多 我觉得人生最极端的情绪在顾九四身上都有所体现 这个对表演来讲就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能去按我的理解 按照这个人物整个成长的更深层次的代入 我才能去把这些感情展印给观众 但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过瘾 我觉得好像从开机到最后我们整个杀青 每隔那么几天就会有一场情绪浓烈的戏 去等着我去诠释 所以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你觉得最终顾九四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相互成长 他们两个最初结婚的时候有两个人还是都偏幼稚 但随着彼此成长不断去交流更加了解彼此 像网友和树粉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双强的CP 他们也在彼此的事业线上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跟成长 我记得原著里面有一段描述就是他说柳如价格他不必依附于我 他会变成他自己想变成的样子 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超脱的一个思想 他并不是只是娶一个妻子 然后让他去照顾他这么简单的一个身份 而是希望他能够去有自己的建树 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能够这辈子做成自己想做的那个人 你觉得柳玉如对顾九四而言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我觉得他是一个改变了顾九四整个人生走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如果没有柳玉如的出现可能顾九四的人生走向一直就是这样 但有了柳玉如的出现他的陈诚突然变了 有很多的方向可以选择 就是重要的人生的大的转折点 这次和沙翼老师演父子 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进行一些极新创作 因为我第一次看长风度剧本的时候 我代入的人物就是沙翼老师 就觉得他太适合了 然后我就跟剧方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争取到沙翼老师的时间 然后能跟我去搭的 说实话大家觉得我幽默或者觉得我比较好玩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我的喜剧的影响的人物就是沙翼老师 从《五零百传》到《吹石班》的故事 他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所以特别希望他能在这部戏里面演我的父亲 然后我们在戏上能有一定交流 包括他第一天来演的第一场戏 唯一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颠覆了剧本里面很多的东西 就会让你觉得他把人物演得更加充实 然后父母关系建立的就非常的顺利 他在花坊里面拿花盆拽我 那个都是剧本里面没有写的 就是我们在现场对对对 然后碰出来这样一个效果 包括我们两个人物沟通的转折 说话的方式 我们两个每一场戏都会私底下会抹一抹 然后再聊聊天 再加上剧本有可能会临场发挥一下 就这种记性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吧 这次也是你和宋益老师第一次合作 你还记得你们拍的第一场戏是什么吗 第一天拍戏 我们就是拍了原主里面非常正常的一场戏 而且也是所谓的名场面 就是他拿着头来追我 然后有大段的台词去数落我 并且阐述他自己的整个成长的经历 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要通过愤怒到缓下来 再到自己委屈伤感 再到自己重新振奋 然后决定跟你过日子 那是一个非常多层次的一场 像自己solo的一场表演 但我们前几天就拍这么重要的戏 我会觉得这个对于演员的挑战 真的实在太大了 我可能想像三叶指的八段的台词 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位会打科本 就是因为他这么优秀的展现 我马上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 好像那个小说里面的刘宇竹就站在我眼前 然后他跟我说这些话 就是那个让我挺惊艳的 那这次你和宋依老师合作感受如何 我觉得宋依老师就有看网上的一些评论 说他是偏选刘宜如如 但我看到那个剧本的整体的呈现 觉得好像这句话并没有夸大的时候 他确实非常的合适 对周朗苗如我就觉得他在专业能力上就是恐怖 这可能跟他多年演话剧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从台词角度上来讲 因为他的能力的强的程度 所以导致我对这部戏的台词是非常较着劲的 然后去想去提高自己 而且他可以情绪系上 因为对我来讲是哭是还挺需要酝酿 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信念感 但他的信念感的建立是极其快的 我有时候给他打戏都觉得天哪 我都不好意思有时候跟导臣说 跟那条已经我尽力了 再让我哭可能就是我得再准备准备 不好意思说那话 就硬了除非可以 现在就变成了有很大的记忆作用 你杀青的时候不是送剧组每人一件顾九思的定制T恤吗 粉丝们知道后就说你超爱顾九思 所以当时做这件衣服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是挺爱这个角度的 其实这个灵感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拍拍的戏 就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设计服装 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后面是这样前面是这样 今天夏天很热 然后用一个什么样复古的款式 然后马上就发微信发给我的设计师 因为我觉得这个印象出现 我觉得就马上去执行 我一旦想要去做 做完了就是做完了 我希望能在最终杀青的时候 送给大家一件纪念性的东西 然后纪念我们这个非常严热的夏天 纪念我们这个夏天所有人付出的努力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到这个衣服 能够记住我的好 然后能够回头再看看这部作品 你对观众看完剧之后的反馈有什么期许吗 从心底上来讲 一定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看看我们这四个月以来的努力 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入到这些角色里面感受他们一个非常波折 四一的人生 就我觉得如果大家能跟着我们这个看完整个40集的剧集 想从头看到尾 而不是可能看几集觉得挺好的 光天就忘了就不看了 我觉得能坚持看完 对我们是非常大的认可 但作为演员我们能做的其实也不太多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决策演好 我反正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就看平台方跟导演的努力了 你一般演完一部戏 出戏的话需要多久 这分情况吧 我属于出戏比较快 我可能不会在一个角色里面沉浸那么久 因为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投到这个角色里面 但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的老思维方式还是更理性一点 跳脱出来也比较容易 当然一旦剧播的话 我说看剧的话 我会马上回到角色里面 会用另一个视角去看自己的表演 去看这个人物的时候 反而会比演的时候更有代入感 更沉浸一点 就是剧收官的时候 反正会真的还挺难出来的 从演员的选择角度 你会觉得好的本子更重要 还是好的角色更重要呢 这肯定不是单一的选择 这一定是俩都重要 好的角色 你也得碰到一个好的团队 然后一个好的本子 才能去把好的角色体现出来 我一直觉得一部剧的最终的呈现 跟一支篮球队的组件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 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很多部门相辅相成 然后最终诠释出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在我眼里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 这个只能通过你日积月累的经验 然后去判定 而且就有很多时候 在你看来所有盘子麻都非常好的时候 也不一定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作为演员能掌控的就是 你能通过这个角色或者这部戏 自己能获得什么能成长多少 我觉得这个够 我不能拍一个 我觉得这部剧怕 然后好像也收获不了什么 然后也学习不到什么 那我就没必要在这个时间去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去尝试 其实网友们都夸你非常会选本 这也没有了 我觉得比较幸运吧 在一些节点上都能突然有一个非常适合或者非常信任我的团队能找到我 大多数看到的也都是不太适合 然后我也不太想去尝试的问题 目前还有哪些类型是你一直想要挑战但没能尝试的呢 太多了 因为我拍的戏并不算太多 就相比这个出道年纪 我还有好多类型没有去诠释过 包括就是古装大类里面 你叫仙侠的武侠的这种类型的角色 包括现代戏年代戏 我都没有尝试过 那我想尝试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就可选择性也很多 但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局限出我的形象 希望能够给我一些不一样 我之前没有实验过的类型 那你有想过尝试下霸总类型吗 有想过 也接到过很多类型的这种类型的剧本 因为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一个霸总的展现 不光是要你自己霸气 这个也需要各方面各部门的渲染 你浮发到的这种配置的顶级的水准 才能引导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氛围感的霸总 这还是看合适的时机吧 然后有没有机会 让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 那对于未来的规划 你有没有定制一个阶段的小目标呢 其实我本身对自己一年前的想法是 我希望能连着拍几部古装 因为拍古装的经历确实比较少 而且我需要大量经验的累积 才能去把古装类型去做一个很厚实的基础 然后将来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的时候 也更游人有余一点 但好的古装也是可遇不可求 还是碰机会吧 然后我也希望这两年能够至少每年能够有一部古装的戏 能够去尝试吧 能够有更大的成长的空间 然后现代戏也希望能够再多接一些 因为现在我自从拍了古装之后 现代戏的剧本都不来找我 我真希望大家也是现代年代 我都想尝试一下 如果好的角色的话 让好的团队呢 最近有的爱奇艺追什么剧吗 那太多了 我爱奇艺回来都自己冲了好多年了 这个夏天有和网友一起在看《苍蓝女》 然后包括我和我父母有追过追戏 首先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爱奇艺破案的项目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每天会被朋友圈刷屏 然后爱奇艺标志性的 然后非常成功的项目 几乎都有所有人们 然后会有时间的话会去看一下 到时候长风度如果破案的话 你会有福利吗 福利看什么程度吧 肯定会有的 就是如果破案 那我真的在爱奇艺也能扬着头走路了 因为之前像爱奇艺的定制的项目 怕的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概念 但是爱奇艺的人认识的越来越多之后 发现我也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部爱奇艺破案的剧 这样好像挺有面子 希望能够长碰度理想化的话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谢谢 这种事情也不敢想 反正就是这么多年下来 我觉得对所有事情 不抱那么特别大的希望 但我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 送给你一张爱奇艺VIP年卡 谢谢 谢谢 这个好 因为一旦带一定的赌性 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 但我觉得他愿意赌 也是有一定非常自己私信的成分在 每每看到他人生经历了很大的变故的时候 都觉得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我说最难的一场 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结尾吧 我说上班了 别想这么多了 别光说不练就没意 破案养我吧 如何每周三准时盖开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艺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鸟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 bac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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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